国家统计局和国家银行今天公布我国最新的经济表现报告 随着海内外经济活动逐步复苏 以及就业市场的持续改善 截至12月31号第四季 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年取得3.6%的成长率 相比2020年萎缩5.6% 我国在2021年全年经济取得3.1%的成长率 与此同时 国家银行总裁丹兹里诺山西亚 也在线上记者会上透露 国行最快将在下个月公布5张数字银行牌照的得主名单 国家统计局首席统计师 拿多斯里莫浩默乌兹尔博士指出 五国经济去年的整体表现已经呈现复苏势头 不过从目前的经济状况来看 去年全年经济表现仍然低于2019年疫情前的水平 莫浩默乌兹尔也指出 第四季的经济表现主要获得制造业服务业和农业的支持 制造业按年取得9.1%的成长率 强劲的外部需求以及消费活动的复苏 是推动制造业录得强劲增长的动力 当中要归功于市场对电子电器 光学产品石油化学橡胶和塑料的需求 然后在政府放宽各个经济领域下消费也开始复苏 进而带动服务业取得3.2%的成长率 农业方面则是受惠于较高的油棕价格表现 按年成长2.8% 展望2022年国行总裁丹斯里诺珊西亚表示 全球需求的扩张以及私人领域较高的支出 都将支持今年的经济继续复苏 虽然Omicron变异毒株可能会暂时抑制复苏的步伐 但疫苗接种和抗病毒药物供应方面的进展 将有助于更好的控制疫情大流行 此外 诺珊西亚在公布2021年经济表现之后 在今天召开的线上记者会也指出 他预计我国今年全年的通膨率将保持温和 2021年我国整体通膨率为2.5% 比较2020年萎缩1.2% 至于核心通膨率则是0.7% 比较2020年的1.1% 针对大马会否进入恶性通膨阶段 诺珊西亚表示 他不认为1974年所发生的停滞性通货膨胀情况会发生 另外 诺珊西亚也透露 国行最快将在下个月底公布五张数字银行牌照的得主名单 后排檢了